因为学生的学生 我们学生的学生 这些学生的学生 说明大学的学生 我的学生 我们在学 学生 科学生 在学生 就等 Josem 按照片 就把手指指向上 都要扛全 回答 我准备了 自然之后 我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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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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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上達言 習慣人 除了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丁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 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 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 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的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 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 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支署 护防医师苏伟如 武汉肺炎非常时期 降低脊肺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 有助防疫 避免参加人数多近距离长时间的大型活动 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 如果参加活动提醒您 一 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公尺距离 二 随时保持手部卫生 三 选择以空气流动的场地为主 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 因应活动办理 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 例如场地设施消毒 掌握人员健康状况 被躲防疫用品等等 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最后提醒 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 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 降低被感染的机会 阿图和公路 阿图十五岁的时候 父母双亡 于是他只能和叔叔生活在一起 他的叔叔是一位猎人 因此也想将阿图 培养成一位杰出的猎人 阿图 快给我起来 天都亮了 你还在睡懒觉 这样 怎么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猎人呢 叔叔 我爸爸说 山林里的动物都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都是具有灵性和富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不能伤害他们 哼 你爸根本就不是个男子汉 他从小就怜悯那些猎物 而且一直不愿意打猎 真是给我们家族丢脸 要知道我们可是猎人家族 以后你就听我的 我要将你培养成一位优秀的猎人 要知道 我可不会一直养着你 有朝一日你必须独立自己生活的 拿着 我能够不打猎吗 我可以做别的事情来养活我自己 不一定要靠打猎来过日子的 不行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是个男子汉 就拿着猎枪给我上山 打兔子 狼 木 剑什么打什么 怎么样 你能做到吗 那好吧 阿图每天都会跟叔叔上山打猎 可是连续几天 他一直猎物都没有打到 叔叔为了这件事 处罚他一天都不能吃饭 真是好饿 今天再给我上山打猎去 如果还打不到猎物 今天你也不准吃饭 知道吗 我就不信我打不到猎物 今天我非打一只大家伙 让叔叔对我刮目相看 今天是怎么回事 竟然连一只野兔松鼠都没有 真是见鬼了 看起来这个家伙非常大 应该是一头大鹿吧 树林里的影子越来越清晰 一只雄重的公路出现在了阿图的视线里 他头上长了一双微风的鸡脚 非常的漂亮 好漂亮的一头公路啊 不好 他想逃跑 打中了 被他给跑走了 整整一天 阿图依旧没有捕获到其他任何猎物 他又一次毫无收获地空手回到了叔叔家 哼 一只猎物也没有 没用的东西 今天又在山林里 闲逛了一圈跑回来了吗 不 我没有闲逛 今天我打了一头鹿 是吗 当然了 那头鹿可大了 他头上的鸡脚有多个叉呢 我一枪就打中了 他流了好多血呢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那只是叫打伤了而已 真正的猎人 应该将猎物带回来 让我尝尝鹿肉的味道 你懂吗 你放心好了 明天我一定会带回鹿肉来给你吃 好吧 那我就等着吃你带回来的鹿肉 第二天 阿图早早地便来到了遇到过那头鹿的树林 他追寻着地上鹿的脚印 走了没多远 便听到了一阵打斗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 狼 是一只狼 加油啊 公路 快点 不要让那只狼追上啊 你的腿有伤 哪里跑得够我 等一下 你就会变成我的食物了 好痛啊 我的腿真的好痛啊 哎呀 好机会 这下你跑不掉了 啊 你给我走开 啊 啊 可恶的鹿 我看你 还有多大能耐 能跑出我的手掌心 那只狼 继续朝公路扑去 而公路 则转过身来 毫无畏惧地盯着对手 只要狼向前扑 他就用尖利的鸡脚进行反击 可恶的家伙 今天 我非吃了你不可 你再敢过来 我就刺穿你的肚子 公路 你一定要坚持住我 你是最勇敢的 让我来帮你 对付那只恶狼 不好 这只狼竟然想凭借跳跃 直接攻击公路的脖子 哼 你休想吃掉我 看我的厉害 胜利了 我的公路 你竟然打败了恶狼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公路 你真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这个时候 阿图想要补他一枪 真是太容易了 但是阿图却将猎枪放了下来 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拳一拐地渐渐走远 走吧 朋友 我勇敢地攻路朋友 我是不会再伤害你的 哈 我们打鹿的猎手回来了 怎么样 今晚 我们能吃到鹿肉吗 不行 我没打到 是吗 是没打到 还是不想打 啊 叔叔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今天也去那片山林了 你以为我没看到吗 那头鹿就在你面前 而你却放他走了 作为一名猎人 竟然将到手的猎物放走 你说说 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呢 因为 他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打他 不想打他 你真给我们猎人家族丢脸 阿图 明天我亲自带着你上山 我要让你亲手干掉那头公路 他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打他 不想打他 然而 过了好久 阿图 再也没有看到那头公路 转眼间 三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 叔叔又带着阿图 进入了那片公路出没的山林 不好 你这个家伙 难道不能小心一点吗 真是可恶 怎么会滑下来 好痛 我的脚 可恶 好像是扭到脚了 叔叔 你没事吧 狼 叔叔 有狼 害怕什么 不要给我们猎人丢脸 快把猎枪拿来 叔叔 我们的枪在那里啊 啊 真可恶 怎么会这样 好痛 这下 该怎么办 叔叔 你没事吧 阿图 你听我的 我来吸引这只狼的注意力 你去 把枪拿回来 喂 你这个家伙 有本事 过来啊 叔叔 你这样太危险了 不要管我 赶快去拿枪 否则 我俩都会死的 啊 在这个时候 一头雄众的公路 一下子冲了过来 并用自己的身躯 将那头狼 重重地撞倒在地 大公路 是你 谢谢你 阿图 快 赶快 赶快去拿枪 叔叔 我们别再打猎了吧 你看 他是我的朋友 当我们 有危急的时候 他都出现 来帮我们 渡过难关 我们实在 不应该再杀他的 嗯 这样通人性的公路 的确是不该伤害他 之前你爸说的对 世间万物生灵 都是有情感的 为了报答公路的救命之恩 之后 我也不再打猎了 嗯 好 别 provisions 优优独播 子优优独播